來 請問 還記得我嗎 我叫陳冠希跟我捏一遍 還記得我嗎 我很驚訝的是那是 陳冠希的歌嗎 是啊 不記得耶 真的不記得耶 聽什麼歌你們有聽過嗎 有啊 我就記得陳冠希 但是那個歌是什麼啊 很紅嗎 我記得啦 妳是 祈禹妳記得 記得啊 很紅啊 祈禹師就知道嗎 祈禹師就知道了 所以在那邊 折頭沒有 妳有啊 妳看是什麼 妳好驚人喔 他臉皮在那邊這樣 然後他的舌頭一舔啊 好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只有那一句話 還記得我嗎 其實呢 我覺得我可能會忘記耶 尤其是加上妳 我確診之後 我真的現在腦霧有點嚴重 會 妳記得我嗎 派翠克 其實呢就是 身為一個電視兒童呢 其實在以前 很多的綜藝節目裡面 我們都會看到很多 很經典的藝人 但好像隔了一陣子之後呢 他們就好像消失了 不見了 但其實也許他們默默 還有在做一些事情 都可能還在演藝圈裡面 其實有可能都還在 只是也許我們追蹤的方向 已經不一樣了 然後今天請的是 以前都上過康熙的是不是 對 我真的很沒有把握耶 萬一猜不出來 不是很尷尬 可是他們都很經典喔 就是一出現 妳一定馬上叫得出他的名字 就算妳的腦在霧 妳都叫得出來 可能聲音很有特色是不是 之類的或是肢體啊 OK 好 妳一定馬上知道 就用這一集來證實我 有沒有腦霧很嚴重 沒錯 我先給妳第一位來賓的提示 好了 好不好 就是她說 當年妳幫我跟某個主持人做媒 害我到現在都交不到男朋友呢 什麼意思 這也太簡單了吧 太簡單 因為她說主持人 妳沒有這個印象耶 沒有方向 那我們就先請 第一位藝人出場 來 歡迎第一位神秘嘉賓 外觀看不出來耶 看外型 外型先猜一下 還有線索啊 完全看不出來啊 妳可不可以 妳好 我們多久沒見面了 應該至少有五年以上 好耳熟喔 天啊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整一個 確診剛好的人啊 五年以上 所以妳現在還在演藝圈嗎 對 我現在還在演藝圈當中 所以之前妳上康熙 是一個不愉快的經驗嗎 也不會 其實很愉快 很開心 妳有常上嗎 我上的次數其實沒有很多 大概四次而已 我是喜歡妳的嗎 應該還OK 因為妳沒有攻擊過我 妳有不喜歡妳 那這樣是不是不喜歡 對 也不喜歡 這樣就是喜歡 對啦 對啦 對 這是什麼角色 沒有 妳知道 確診之後 常常會做一些莫名其妙 我看不懂耶 好心喔 妳有感覺是誰嗎 我完全沒有頭緒 沒關係 她的聲音都不好認耶 你們也猜不出來對不對 我現在完全沒有頭緒耶 沒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數到三 就她會拿下這個面具 然後妳就可以馬上叫出她名字 又馬上 因為這是一個 人跟人之間的 應該算是一個小禮貌 妳見過 小禮貌 妳一定OK 這我已經確認了 好 準備好了喔 一 二 三 請拿 哈囉 依次姐 妳好 名字 名字 腳不要再抬了 名字 但是要退到哪裡去 妳要退去啊 妳不要走過來 我們分人之間的禮貌 我們說好的 妳不要走過來 我真的想不太巧 名姓 我姓邱 對啦 邱小姐 什麼 邱 什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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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文 邱 對 妳已經講了 然後妳還是很疑惑 妳現在說她名字 邱維文 妳也像我小學同學啊 對 我的名字就是 比較普羅大眾一點 所以妳到時上節目 就是用邱維文的名字嗎 對... 沒有 一開始第一集的話 她是用那個 阿舍乾麵的代言人 對 微風的那個嗎 對...是的 有...我想起來了 對 然後後面還有有一次 就是比較經典 妳是微風的那個 阿舍乾麵的代言人 然後那時候很多宅男愛妳嘛 對...沒錯 對 然後後來 我覺得比較經典的 算是在康熙有一集 是跟漢典 就是有一些互動這樣 我們硬吧 妳們配成對是不是 也沒有硬吧 就是當時有做一個節目的效果 還滿有趣的 什麼效果 就是做CP的那種效果 可是妳當時根本沒有 喜歡漢典是不是 也沒有不喜歡吧 我覺得她還滿有趣的 但是因為她比較被動 所以如果她主動一點的話 妳是可以跟她交朋友嗎 就是會 對 會交 真的假的 真的會有 因為我會要觀察一個人 要觀察一段時間 歡迎你 歡迎 好難喔 請坐... 接下來 第二個的人的提示呢 是說 等於他們是 一定是兄弟倆 都是藝人 郭彥均或郭彥甫嗎 比我哥好看耶 如果這樣雙胞胎 應該是比較像 我比我哥好看 好 沒關係 我先歡迎 第二位來賓出場 也許妳可以看她的身形 來 歡迎第二位 神秘嘉賓 是一樣的喔 高的耶 感覺很帥 帥喔 歡迎光臨 哈囉 我之前上康熙大概兩次 然後一次是為了宣傳 一次是跟家裡人一起 對 所以你全家都是藝人嗎 全家加我三個總共 沒有 不是 來喔 我們要拿下面具了喔 好刺激 好刺激 一 二 三 請 誰 加油 誰 你演員啦 你放的是那個 你放的是自身的演員 對 你一定可以講出來 好演啊 梁 好 想我哥 想我哥 你哥是梁鶴群對不對 對 梁鶴跟他很像 插一個字而已 梁鶴 梁 梁鶴群 我是梁什麼群 梁齒群 一個標記 一個標記 對 我們怕買到寶貌品 要看到什麼標記 什麼字標記 正正 對 梁鶴群 是 沒錯 謝謝 歡迎 你還記得 謝謝 你的臉我完全記得 可是名字就是 不好意思 因為有老物確診你知道嗎 不會 我名字也不好記 就不會忘記了 不好意思 我都連你爸爸的名字 有點忘掉耶 梁修生 太放生了吧 你們記得喔 記得啊 這太有名 所以那真的是因為我現在剛 剛確認 對 應該是因為這樣子啦 但是那時候上節目的時候 有特別 有什麼互動嗎 因為我每次來都很多人 像我跟我爸一起上的那一次 也是有很多 好像你有黑人對不對 那一次 黑人應該沒有 我那一次是很多 我們那次 我講到那一次很多親子黨 所以比如說有 他已經帥了嗎 已經帥了啊 他那時候已經出道 也兩年至少我記得了 真的啊 歡迎你 歡迎楊振群 謝謝 好 後面三個不如講話了 就只能用形容的 光靠身形就已經看得出來嗎 對 而且這個提示其實超明顯 來囉 第三位的神秘嘉賓的提示是說 自從我改名之後 終於不像你了 你喔 那個 那個 眼睛很大 然後 臉很扁 那個女生 臉很扁 臉很扁 誰也記得她臉很扁啊 沒關係 我們先歡迎她 然後看一下你覺得身形 是不是她 臉很扁 那我們來歡迎第三位 神秘嘉賓 好 神秘 誰啊 我現在腦中就是有她的臉 可是我名字想不起來 所以她拿下來 會確定是眼睛大大臉扁扁嗎 一定是眼睛大大臉扁扁的 好 拿下來的時候你要講出 瞬間講出她的名字喔 一 二 三 請拿 誰啊 你叫什麼 誰啊 你叫什麼 你叫什麼 我臉很立體啊 我臉跟你一樣立體啊 小... 小C 誰啊 小C 小C 小C啊 C 不是 是一個號碼 號碼 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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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不是在哭還是在笑啊 哭笑不得 她看不出來了耶 謝謝 送妳的手 謝謝 沒有那些白走的路 在講那個演藝之路的 也還好就是所有的都在裡面 情感啊 生活啊 各種 都有 淚水啊什麼的 小巴啦 我記得你嗎 妳快泳動了是不是 快泳動了 什麼意思啊 以前不會啊 真的啊 以前都很距離感是不是 以前就是遠遠的 就是如果不認識妳的人 會害怕 真的嗎 不認識妳的人 而且妳以前也很常虧小巴 對 沒錯 妳記不記得妳罵到我爸很好 討厭妳 怎麼這麼嚴重的故事 很嚴重 很嚴重 我罵妳什麼啊 我忘記妳罵我什麼了 妳有哭嗎 我都沒有哭耶 他那時候還沒有罵這個 這還算心 他那時候罵這個 沒有 我那時候是 帶著笑意 我都沒有覺得被冒犯 可是被冒犯的是我爸 我講了什麼 後來爸爸還有上節目 爸爸有上節目 然後妳一直巴著我爸 然後黏著我爸 然後跟抱我爸 我爸就好了 不是 懷了 沒關係 我爸說小孩子人很好 我說我 他人很好 所以他都不相信 妳講一個 我當時傷妳最深的是什麼 讓妳爸氣到不行的 最深的好像是 因為我當時要學妳的舞蹈 然後我弄得很黑 然後我反正我學了很久 妳要唱拉丁是不是 對 然後我爸爸知道 我練了很久 然後我甚至那時候 爸爸在醫院 我還在病房這樣子 這樣跳給他看有沒有 然後他爸爸就覺得 真的是一個努力的 可是妳上節目之後 然後妳好像就是 一直把那個舞蹈批評得 一無是出 然後爸爸就覺得 妳怎麼可以這樣對待 一個努力的女生這樣子 可能因為是他女兒 所以他就有這方面的 保護感 對 因為妳知道這個人 就是很會講實話 因為如果真的 跳得好的話 我就會這樣好 沒有 滿好的 真的滿好的 就是要妳爸考驗我 反正總之我爸 現在喜歡妳了啦 他原諒我了 很原諒妳 因為那時候妳的腿 已經在我爸爸的肚子上了 你覺得我是 靠色柚求得原料嗎 對啊 當時妳超喜歡色柚啊 當時 但是我也是會看誰啊 對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是我爸 因為妳當時 色柚的人都是 男偶像明星 都是那些 就是帥 帥氣的 但是我爸就是 你知道泡泡 我覺得那是一種 長輩的撒嬌跟他啊 對 但是腿太超高 因為我就是腿是 比例很大 伸展很好 對 就這樣 反正很好 我完全記得小八 真的 那小鑫是 小C 好像又有一個人叫小C 是不是 別人啦 那下一位啦 對 還沒來啦 下一位 歡迎 謝謝 謝謝 歡迎允昕 有越來越簡單了吧 有 小八我覺得 對啊 很簡單 有 好囉 下一位的提示 曾經我也以為 會跟妳說的一樣 會嫁不掉 我詛咒他嫁不掉 結果他嫁掉了 所以他現在結婚了 所以代表他現在結婚 我既然詛咒別人嫁不掉 什麼樣的人 會讓妳覺得他嫁不掉 可能是太男性化吧 還是個性 個性可能是太囂張 還什麼之類的 還是不然我們請他出來 妳看一下身形 來比一下好了 那我們來歡迎第四位 神秘嘉賓 很美心喔 好瘦 什麼身體我沒看過 好迷你喔 什麼就什麼身體我沒看過 不是 這身體好陌生喔 所以我對妳的攻擊 只有說妳嫁不掉嗎 沒有 沒有 不過是現在還在棄我吧 對 因為他現在嫁掉了 所以他一定不會棄啊 對啊 對 這個好難在喔 你們猜得出來嗎 也生了 也生了 所以現在還在 妳還在演藝圈嗎 完全沒有喔 不在了 那就是 那就是素人囉 她曾經是藝人了 那妳現在走在路上 還有人會認出妳來嗎 認出的頻率高不高 真的喔 很高啊 很高 所以妳有把握 妳面具一拿下來 我就會立刻叫出妳名字嗎 真的嗎 OK 好 如果真的有信心的話 那妳要叫出名字喔 好 一 二 三 請拿 鴨子 好感人喔 妳會叫羅姐 好感人喔 妳會叫羅姐 好感人喔 沒有 我今天劉海畫那 輸得很好 我剛剛 插臉想說 小秉 他是不是太久沒上節目了 對啊 怎麼了 超久的 剛剛那個昨天啊 要問一下 是有在緊張 不是 問我說 那個簽勞不好意思發票 我說我忘了 要怎麼簽 太久沒有上節目了 所以妳 上之前有緊張嗎 上之前 其實我沒有馬上接耶 為什麼 一開始問我之後 我就說我不要上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講妳當時 上我們節目的一些事 對啊 很多啊 就是我是那個啊 模仿 不是 好媳婦第一名 好 好 圈內圈外 所以那時候有票選是不是 羅姐 羅姐說我是 將來一定是好媳婦 第一名喔 為什麼 那妳現在生的是嗎 我是啊 妳現在生了幾個 一個 一個 然後婚姻幸福 幸福到不行 就是 然後公婆疼妳 公婆很疼我 但是我應該已經被黑掉了 為什麼 生活習慣不太一樣 就是兩個陌生 對啊 其實 其實 妳不用問 妳不用問她這個問題 其實生活習慣就是不一樣 但是她就是會 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後我可能也有 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可是不過她現在 跟她的妹妹一起住 也比較好 姐妹住 我就有一次 跟我跟婆婆說 如果我是妳 我才不要跟我兒子住 我要去跟姐妹住 這種事情我能理解 老了就 跟姐妹住比較開心啊 所以一看都是 對啊 鴨子就叫出來 一看就是鴨子啊 因為妳的臉真的 不然妳會說 海怪之類的 不會啦 我現在人已經變了啦 頂多就是 頂多就是小柄那個扮女裝 小柄比較帥吧 妳們在討論什麼啦 妳們在討論什麼啦 我覺得不要這樣大股 妳不要一直講一些 在天之靈的好友好不好 我覺得她們是好人啊 好啦 歡迎妳 歡迎鴨子 妳要不要換句 妳在我們節目中的一些故事 等一下她要問妳 沒問題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